麻疹,一种可用疫苗预防,已经很少见的传染病,近期却在许多国家出现高发势头。 菲律宾,仅今年1月就报告了4302例麻疹病例,比去年同期,增加了122%,已有至少70人死亡,且疫情还在持续。 日本,今年以来也已报告麻疹病例,167人,创下过去10年同一时期的新高,麻疹早有疫苗,在许多国家,也被列入强制接种的疫苗名单,如今卷土重来。 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?这是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医院,菲律宾最大、最古老的医院之一。 最近,医院里挤满了麻疹患者,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。 其中许多人病情危急,仅在这家医院。 上个月就有至少60名儿童死于麻疹,情况还在变得越来越糟。 三岁男孩尤汉的病情就很严重,因为感染麻疹病毒,他险些失明。 当尤汉的妈妈被问起,为什么之前没有带孩子接种麻疹疫苗? 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。 尤汉的妈妈,因为登革热疫苗事件,所以我没带孩子打任何疫苗。 2018年,菲律宾公共检查机构,一直在调查一起涉及医疗人员腐败行为的登革热疫苗事件。 调查发现,已经有超过80万名菲律宾儿童,接种了有问题的登革热疫苗。 这批问题疫苗是菲律宾政府从2016年起,花35亿比锁,约4.3亿人民币,向法国制药巨头塞诺菲巴斯德公司购买的。 但制药公司后来表示,这种疫苗支队曾经得过登革热的人有效。 如果被接种人之前没有患过登革热,疫苗反而可能有触发登革热的风险。 之后,菲律宾卫生部,马上叫停了这款疫苗的销售和接种。 菲律宾疫苗接种基金会负责人布拉沃,单革热疫苗的争议,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破坏了公众对疫苗的信心。 美国却诊超120率患者多是儿童。 麻疹疫情,不仅出现在被问题疫苗困扰的菲律宾。 今年,北美也爆发了一波麻疹疫情。 1月份以来,美国已在10个州,确诊超过120例麻疹病例。 其中大多数是儿童。 在美国,儿童在进看护中心、幼儿园或上学之前,一般都被要求进行免疫接种。 但是强制免疫接种计划,并非覆盖全国。 目前,全美有47个州,允许因宗教信仰取得免疫或念。 其中17个州同时还允许父母,因个人或者学原因,不给子女接种疫苗。 新闻报道,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不给他们的孩子注射疫苗。 即便公立学校要求这么做,有报告指出,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数量,过去五年间增长了近五千人。 一部分家长是出于宗教信仰原因。 而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麻疹疫苗会引发自闭症。 加拿大温哥华最新确诊八例,加拿大温哥华最新确诊八例麻疹病例,比洛多的儿子是其中之一。 上个月,比洛多带儿子们去越南旅行。 回家后,11岁的小儿子开始发烧。 没过几天,另外两个儿子也出现相同症状。 去医院检查发现,小儿子感染了麻疹。 他没有打过麻疹疫苗,因为比洛多和他的妻子也相信,麻疹疫苗会引发自闭症。 比洛多,大概10到12年前,围绕麻疯三三连疫苗有很多争议。 发生了很多事情,所以我们会有顾虑,会担心。 麻疹,人类已知最具传染性疾病。 疫苗的安全性,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。 那么,对于麻疹疫苗的接种者而言, 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是耸人听闻的误传。 还是确有此事呢? 麻疹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。 一般通过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, 先感染呼吸道, 然后扩散至全身。 说麻疹是人类已知的最具传染性的疾病之一。 这并不夸张。 美国的研究资料显示, 假如没有接种疫苗, 人们很容易感染麻疹。 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, 一名麻疹患者可感染12至18人。 这比其他病毒如埃博拉病毒, 艾滋病毒或SARS的感染率更高。 美国是在1963年引入麻疹疫苗的。 在此之前, 每年有上百万美国人死于麻疹。 1971年, 美国引入麻疯腮三连疫苗。 通过帮助身体, 产生抗体抵抗病毒来预防麻疹, 腮腺炎和风疹。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所有儿童在入学前, 接种两剂疫苗。 一剂在12个月大, 另一剂在4到6岁。 1979年, 美国公共卫生部门, 发起了通过接种疫苗消灭麻疹的目标。 尽管之后十几年, 彻底根除的目标, 没有得以实现。 但麻疹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, 论文引风波疫苗安全性受质疑。 但在近20年后, 1998年,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, 引起了一场风波。 这篇论文是由英国肠胃病学专家, 安德鲁维克菲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。 他们对12名儿童肠胃病患者观察发现, 其中有9名患有退化性自闭症。 之中有8名儿童, 在小时候接种了麻疹腮三连疫苗。 研究小组认为, 麻疹腮三连疫苗, 导致了某种慢性的肠道感染, 进而可能影响到儿童的大脑发育。 最终引发自闭症。 英国肠胃病学专家, 维克菲尔德。 我认为应该暂停使用麻疹腮三连疫苗, 建议将三种疫苗分开接种。 这篇论文在公共健康领域, 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 许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分别接种三种疫苗。 另有一些家长拒绝或者推迟让孩子接受麻疹腮三连疫苗。 疫苗有害论被推翻恐慌仍蔓延。 但在学术界, 这种疫苗有害的结论, 很快就被推翻。 柳叶刀杂志所发表的, 引起巨大争议的论文, 最初共有12位共同作者。 之后, 有时未撤回了他们对这项研究极其解释的支援。 2004年, 柳叶刀杂志, 以研究症状, 描述存在虚假内容, 且没有得到当地伦理协会批准为由。 撤销了这篇论文, 虽然学术界否定了麻疹与儿童自闭症的联络, 但民众对疫苗的恐慌, 已经蔓延开来。 2015年, 还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, 在与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, 进行共和党初选辩论中, 还曾公开表示, 疫苗与自闭症有关。 特朗普,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, 就在几天前, 我公司员工的孩子, 两岁的漂亮孩子去接种疫苗, 一周后他发了高烧, 病得很严重, 现在是自闭症, 疫苗到底是否安全? 这样的担心一直存在。 持有不同意见的家长, 也是各有各的说辞。 疫苗接种反对者, 我想大多数人都支援打疫苗。 我带我女儿也接种了疫苗, 因为我跟你一样, 相信疫苗有好处, 直到看到女儿接种疫苗后的一些反应, 我才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 我意识到继续带他接种疫苗, 实际上会伤害他, 每人都希望我们为了大家给孩子打疫苗。 好像我应该继续为其他人, 牺牲我的孩子。 疫苗接种支持者, 我支援打疫苗。 我没有孩子, 但是说到疫苗, 它的意义是保护我们所有人, 保护人类这个群体。 这就是群体免疫的概念。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。 这个话题值得探讨,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影响个人的问题, 它影响住你周围的每一个人。 因为有些人没有接种疫苗, 他们生病了或者有免疫问题, 或者他们太年轻了, 不能接种疫苗。 他们依赖群体免疫。 大规模接种疫苗, 可避免疫情爆发。 从医学和社会学角度而言, 公共卫生的保障要求个体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或自由, 健康弱势群体。 比如新生儿, 就需要依靠周围人的免疫力, 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疾病的侵害。 而研究结果表明, 假如全面有94%的社群, 实现麻疹疫苗的接种, 就可以完全避免麻疹疫情的爆发。 这就叫做群体免疫。 疫苗的发明和预防接种, 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。 接种疫苗仍是目前人类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。 因此, 各国政府都将其列为最优先的公共预防服务专案。 而那些质疑, 甚至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们, 大概是遗忘或是忽略了。 在疫苗诞生以前, 可怕的传染性疾病, 曾对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巨大伤害? 接种疫苗人类传染病最有效的。